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玩游戏做游戏了,可记得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 哈啰,你好,大家好,我是钟尼,时钟的钟,飘鱼的尼 还记得好一段时间之前,有个伙伴过我,该如何透过C3开始设计游戏 特别是当他第一次打开C3的编辑界面后,除了画面是一片空白,他的脑中也是感觉到一片空白 我想,这个感受是很多初次入门使用C3的伙伴们都会有的感觉 那么,我到底该如何开始呢? 是的,好消息是,你并不是第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 但是坏消息是,我并没有一个妥善的答案 以我个人的建议,我会说,先开始操作再说 当你四处玩过了它的功能后,你应该就可以逐步的上手 毕竟C3这套软体的理念,就是让不会写程式的人也可以开始设计游戏 但实际上,我到底该操作什么呢? 这个嘛,那其实,也还是个大哉问 我的看法是,你得先决定一个你想要设计的游戏类型 然后试着透过C3去试作它 这样就不会感觉到前途茫茫,不知该如何入手了 以这个论述来看,应该会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我很清楚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那么,你就可以很快的,很愉快地测试这套软体 到底它能不能达成我的目的呢? 至于另外一种情形则是,我有很多类型都想要做 又或者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类型的游戏 OK,我明白你的困扰 所以这部影片我想透过C3它里面最重要的操作元件 Movement Behaviour,也就是动作行为的角度来切入 告诉你这套软体那基本的13个行为 并且,如果有对应的经典游戏 它可以套用到哪些游戏之中 或许透过这个方式,你比较能够快速地建构出 属于你自己想要的游戏来进行设计 那么,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吧! 如同我前面提到的,Movement Behaviour移动行为 也就是C3内最重要的元件 它主要决定物件移动的方式 而这个移动行为,它需要依附在精灵之上 实际在操作上,你应该在上面新增一个Split,也就是精灵 当你建好了这个精灵之后 你就可以按下滑锁的右键,然后新增它的行为 此时,C3就会跳出一个行为的版面 让你选择要加入这个精灵的行为 这边先让我提一个并不是移动Movement的行为 那就是Solid 由于后面所有的范例中,我们都需要一个游戏的范围 而Solid这个属性,就代表不会移动的物件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旦一个精灵拥有了这个属性 那么这个精灵就会变成墙壁 它会阻挡其他的精灵的移动,这样也就够了 然后,让我们再新增一个Player的精灵 你要按下滑锁右键,新增行为 就可以再次看到新增行为的版面 将这个小视窗移到下面 在Movement的分类中 你就可以看到13个移动行为 它分别是 发方向 子弹 车辆 客制 移动制 轨道 路径搜寻 物理 平台 自转 周期 旗盘格 炮塔 好,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明这些移动行为吧 第一个移动行为八方向 顾名思义 当精灵套用了这个移动行为 并且如果开启了预设控制 也就是Default Control 你就可以朝着八个方向移动 透过你的键盘 上下左右 玩家操作这个精灵通常是以上帝视角来进行 坎克大战就是一个经典的游戏类型 你可以调整精灵的最高速度、加速度、减速度 另外,你也可以调整成 仅能移动上下左右 或者是四方向的移动 第二个移动行为 子弹 当精灵套用了这个行为后 就会朝着单一个方向前进 如同子弹一般 这个移动行为常套用在射出的子弹上面 好比说滚斗楼、杀罗曼蛇等这些游戏其中的子弹 你可以替这个子弹加上一个加速度 让它不是均速移动 你也可以替它加入重力值 让它会往下掉 最有趣的是 你还可以加入反弹的特性 让子弹遇到墙壁的时候进行反弹 第三个移动行为 车辆 这个移动行为跟八方向类似 也是让玩家透过上帝视角来进行操作 但差别就是 当你按了键盘的上这个按钮 它并不是直接往画面的正上方移动 而是以精灵的零度角 正前方 预设也就是正右方 来加速度前进 这个时候 当你按了左这颗按钮 则是一副90度 也就是上方转向 当你按了右这个按钮 则是以正90度下方的方向转向 另外一方面 如果当你按下了下这个按钮 则会产生倒车的效果 话说回来 我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经典游戏 来进行比喻 或许 停车处王 这款游戏是比较类似的案例吧 第四个移动行为 客制 这个移动行为呢 没有预设的动作反应 所以我无法精确地说出 它表现的效果为何 简单来说 那就是 如果你想要定义一种移动模式 而且通常你定义出了一些数学式 好比说椭圆形公式 或者是抛物线公式等 你希望在不同的时间点 就由时间的参数来改变 精灵的X轴和Y轴位置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移动行为 因为这是很底层的设计 所以 我在这里也就不展开说明啰 第五个移动行为 移动制 这是一个自动的行为 它可以让你的精灵从现在的位置 移动到另一个你指定的坐标轴 或者是另一个精灵的位置 你可能需要进行一些 程式设计 来让这个行为被启动 这个移动行为你可以套用在NPC身上 让它们周期性的进行移动 第六个移动行为 轨道 套用了这个移动行为的精灵 移动方式就会像是卫星一样 绕着一颗虚拟的核心进行公转 它的轨道不一定要是圆形的 你也可以透过第一或是第二的旋转半径 来让它的旋转轨迹变成椭圆形的 第七个移动行为 路径搜寻 路径搜寻呢 顾名思义就是 可以在阻挡物之间找到最佳的移动路径 这个移动行为你可以套用在TD 也就是Tower Defense塔防游戏中 来设计使用 比较重要的参数好比说 边界Sale Border 它可以指定与墙壁间的间隔距离 碰撞物也可以选择指定成Solid 或者是自行选定你要的物件 不过这个自选的特性 得靠你的程式来指定 还有就是能否旋转物件 Rotate Object 关闭它可以让你保持物件不要旋转 第八个移动行为 物理 这个移动行为呢 你可以把它拿来设计类似 愤怒鸟的游戏 因为它主要是用来处理物体的碰撞 你可以藉由设定密度 或者是弹性系数 来决定有重力的世界中 物体碰撞该有的样貌 这边要注意 一般的墙壁Solid物件 是无法阻挡具备 Physis物理移动行为的物件 如果你要设计墙壁 你也得采用相同具备有 物理移动行为的物件 并且指定immovable 才可以达到墙壁的效果哦 第九个移动行为 平台 平台这个移动行为呢 应该是最泛用 而且是你第一个应该学习的 C3移动行为 它就是让精灵表现得像传统的 横向动作冒险游戏 好比说 玛丽欧、洛克人等这类的冒险游戏 另外 配合另一个具备可跳过 也就是jumpthrough的属性物件 则可以制作出跳跃平台的物件 最后再提一个有趣的功能 就是PlayPone本身可以设定 是否支援double jump 也就是两次跳跃 它可以让你的角色在空中进行第二次的跳跃 第十个移动行为 自转 套用这个移动行为可以让精灵自转 跟公转不同 这个行为是以自己为中心进行旋转 你可以设定旋转的速度 以及决定是否需要加速度 甚至透过程式码让这个精灵 进行瞬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自转 是一个我经常使用到的移动行为 第十一个移动行为 周期 所谓的周期 就是让精灵循着一个固定的中心点进行 X轴平行移动 Y轴平行移动 甚至是X加Y的平行移动 你可以依你个人的需求进行参数的调整 达成你的周期行为 第十二个移动行为 棋盘格 棋盘格的移动行为 就是一次移动一格 也就是固定 一段距离 好比说32x32为一格 很适合那里设计 像勇者多恶龙 光明与黑暗 炎龙骑士团 这种经典的RPG 角色扮演游戏 甚至还可以支援斜45度角 上帝视角的移动 第十三个移动行为 炮塔 这个行为呢 在使用上稍微复杂一些些 但基本上就是让一个炮塔 自行旋转 追踪目标 并且进行设计 或许你可以用在一些飞机射击游戏 或者是坦克大战的设计之中哦 最后 上述这些移动行为 在同一个精灵上 其实是可以堆叠多个 来进行设计的 好比说 如果你将一个精灵套用了 公转OBIS 关闭 Match Rotation 再加上自转Rotate 那这样就可以创造出一个 没有被潮汐锁定的行星了 好了 我终于说完这13个基本的移动行为 这应该就足够让你开始入门使用C3这套软体了 不过 如果你真的想要完成一款游戏 了解了这13个移动行为 仍旧是不够的 在精灵的控制上 你可能还需要学会使用 Keyboard Mouse 或者是Touch物件 为了让精灵在显示上有所改变 你可能还要学会 动画的套用 让角色看起来像是往左或是往右 最重要的是 为了让游戏有其目的性 以及流程控制性 你势必是需要学会C3脚本程式设计 如果你看到任何的文章 推荐你或者是有写到 透过C3写游戏不需要写程式 那表示这个作者可能真的没有使用过C3 开发过一套完整的游戏 不过如同我前面说到的 使用这套软体前 最重要还是要问问看你自己 你到底想要设计怎样的游戏 然后再看看这套软体如何支援你的设计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至少 知道了这13个移动行为 可以让入门的伙伴们 快速的开始使用C3这套软体 对吧? 好啦以上就是本支影片我想要分享的内容 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 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创作的远动力 非常感谢 我是钟义 时钟的钟 飘力得义 那就让我们下次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요 所以请ięcy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见